你好 我是Shin 阿华 阿华没有在 我是阿华 阿华 sorry 我太紧张了 sorry sorry 我是Shin 你现在在音讯机器 在音讯机器 是是是 什么事情 我们在录制我的一心一意 所以是要你教我华语 那天你还记得 dinner after winning CEO dinner的时候 你还记得 你有教我一个成语吗 什么字啊 什么成语了 我是Shin 我的会计有200分 但是我的华语只有3分 我们讲不可以 你来 那妈驱惊太好了 哇 你很惊讶吗 好 好 好 什么字 那天跟你讲那个叫 八苗助长 八苗助长 他就是来自孟子的一段话 有一个宋国的人 他就讲很浪费时间 然后第二天他就去 把一根一根把长一点 哦 他就希望他长快一点 回去就很开心的跟他的孩子讲 哇 我们很快就有饭吃 很快就有米可以卖 他的儿子就问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他们全部 爆高一点了 然后他的孩子就很紧张 他的孩子一早就回去 那个田那边看 全部死掉了 哎呦 这样为什么会死掉呢 还没有沉嘛 还要慢慢嘛 对对对 那天这么我们会讲到这句话 就是我们做企业的 如果太紧张 对对对 没有step by step 就会变成一个很大件事嘛 是是是 对那天才有用这句话 其实这个成语 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很多人他只是想 最后到就是要成功 所以就忘记了要成功 一定是要把那个 建筑做好 一步一步这样子啦 所以你刚才提到我这个 成语真的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所以这个让我想起上次 阿信的课程那一个 以中为时 所以不是讲以中为时 就可以统统来 然后这个就是我为什么 JOYC的Program 就是他教着你怎样 一步一步来 不要紧张 花一年的时间慢慢训练 JOYC我们的Winning是一个 多几个同学 就好像阿信这样子 从不懂华语 就很不止笑问的在文 然后因为要教育这样多人 就变成成上旗下的经验 这样子的传承下去 希望我们大家 真正能够学父母君 好哇 反正里面有很多成语哦 如果谁能够写得出来的话 看一下阿信要不要送礼物啦 或者我送礼物给一些观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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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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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